大家好 今天咱们谈一下印度 印度为啥要舍己为人 原因非常扎心 就是印度这个大国梦 是不是 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反对派国大党 向莫迪发出了灵魂拷问 为何不像美国那样 采取印度优先的方式 为该国民接种新冠疫苗 为何印度人还没有得到疫苗的时候 已经出口6000万剂疫苗 为何印度最需要疫苗的时候 还把疫苗出口到其他国家 这些问题也是很多印度人想知道的 即便不搞印度优先 起码也得先让一部分印度人得到疫苗 在印度人都没有用到疫苗的时候 想给其他国家提供了6000万剂 需要注意的是 这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印度强行免费送出去的 有些国家不想要 印度硬要送 莫迪之所以舍己为人 表面上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要搞疫苗外交 通过疫苗扩大印度的影响力 在印度能够生产出来 疫苗之前 莫迪经常会说 印度将会通过疫苗生产能力 拯救世界 在能够生产疫苗之后 莫迪可以说是迫不及待 连卖带送 将大量印度产的疫苗提供给了其他国家 但实际上莫迪之所以如此着急 根本目的还是想跟林家大国竞争 那那个林家大国是谁呀 这个想法可以说是非常幼稚 因为存在两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其一 印度没有控制住疫情 同样是人口大国 印度没有一边出口疫苗 一边稳住国内疫情 其二 印度只是在代工而已 新冠疫苗不是自己研发的 生产新冠疫苗的关键原料 印度也无法自给自足 大部分都需要进口 超过一半从中国进口 还有一小半得从美国进口 这两个原因注定了印度的疫苗生产能力 无法发挥出来 印度疫苗生产能力确实强 在新冠疫苗问世之前 全球一半的疫苗产量都是印度提供的 但是在特殊时期 印度并不具什么优势 印度生产的新冠疫苗数量 跟其疫苗生产大国的身份并不相符 不说别的 单单印度国内疫苗接种数量 就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 这个差距就是一两个亿人 印度一直有一个大国梦 莫迪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 不断提出让印度加入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的想法 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国 但实际上印度的大国梦 现在仍然是一个梦 作为疫苗生产大国 医药大国 印度在疫情期间 却连自己都满足不了 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印度技术创新能力 所谓的医药大国 实际上只是仿制药大国 莫迪想要用央国研发出来的疫苗 配合从中美获得的原料来拯救世界 显然是不现实的 现在对于印度来说 最现实的问题是 印度这十亿人所需要的疫苗 该怎么解决 现在印度已经用上了俄罗斯疫苗 一些帮对采购中国疫苗的态度 也出现了松动 较至于年初莫迪的高调门 现实的情况 对于好面子印度来说 无疑是很扎心的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印度之后将如何控制疫情 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们拭目以待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 谢谢大家